台中人引颈期盼的第二条捷运蓝线 刚才看到了行政院终于核定 预计在10年后通车 那么其中B18站出入口就设置在了第二市场 但是捷运还没盖好之前 有13间的摊商都得面临搬迁的问题 生意和交通是势必会受到影响 优喜参版 台中的第二条捷运蓝线 预计在10年后通车 而其中这个B18站就设置在第二市场的出入口这边 但在捷运还完工之前 这边恐先面临交通的黑暗期 地点就在台湾大道靠近新中街口 捷运蓝线一路向东 行进到台中的市区 未来完工后将可以和捷运的绿线 串联成十字的轴网 但动工前第二市场大约有13间摊商 都得面临搬迁这个问题 要动工之前 我们就会把他们摊商的位置先安排好 让他们有营业的地方 如果说换到别的地方去做 也是在我们第二市场里面的六角楼那边 可以做决运的时候 我们还要再开第二次的座谈会 第二次的座谈会 就会把明确的把位置做出来 再由摊商他们自己来决定 六角楼部分面积大约有200平 未来将规划给这13间摊商 包含卤肉饭 快炒等店家 业者都说生意势必会受到影响 但未来盖好后 可以增加第二市场的人潮 对于他们而言 可说是优喜参半 我当然是怕动工的时候会有一些粉船的影响 它有客人的动线的影响 我们就不要担心这个 吃多少都会担心 但是希望市政府帮我们好好规划 让我们可以好好做生意的话 我们团商都会配合 如果它是说放在后面 那我就是把它当成 像百货公司一样做套餐的 做套餐的形态在做 然后可能我自己还会去外面找一个店面 再重新打地图 地方都万分的期待捷运栏线的到来 只是还没盖好钱 得先面临数年的交通黑暗期 然后来中国的交通黑暗期 我可以请记录一下 我们应该是一整个月的 每周团的交通轮就糊了